跟我一样 像那些老黑啊 爆发力比较出色的 前面只要跟我差不多 你后面一定比他们快 后面一定比他们快 这种已经是规律了 就像我每次比赛 像那个Transitermale 一个美国的运动员 他的前程特别快 他60米在四标赛 就可以拿第三名 60米两次拿第一名 前程特别快 他每次前面会赢我一点 但是我就不急 我知道我后面会追上你的 到了第八 第九 第十 这三个人家我会敲过他 他到终点每次就 就这样无奈地看看我 他说这个中国小子 我怎么赢不了他 去年一年没有赢过我 但实际上时间你的速度 在13秒30到13秒40 这之间徘徊 当时有没有觉得 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 还能不能够继续增长 如果不能增长 我接下来干什么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 也有同样的这些担忧 没担忧过 没有担忧过 就是想着怎么突破就行了 但是这种担忧以前真的没有过 因为19岁我破了世界青年 跑了13秒12 破了24年之前 那个内克米亚 保持着13秒23的记录 一下子提高了0.11 这个就是太不敢想象了 一个时候在洛桑 感觉就是傻笑了三天 不知道在干嘛 怎么傻笑呢 就自己躺在床上 吵到天花板 哈哈哈哈 这感觉太夸张了 自己跑这么快 把亚洲记录也给破了 那个世界青年记录给破了 因为洛桑正好是国际奥委会的总部 就那个时候 什么都不想了 就是特高兴啊 特高兴啊 不知道在干嘛 就感觉人整个轻轻轻飘飘的 走路也在跳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自然地提高了自己的那个 愿望的等级 对 那时候敢想一想 敢想敢想 那时候想什么呢 我想三秒一样了 离十三秒不远了 自己 差这么多了 对啊 最短跑来说 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国际田团 处处忙碌的那种感觉 那些老将都是纷纷过来祝贺 啊 嘿 man You're great 这样说 特别好玩那些老黑 所以你是那种压力越大 那种发挥和这种状态越好的人是吧 我很能抗压的 对啊 不管什么比赛 我觉得人嘛肯定需要一点压力的 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对 我觉得我自己很能够调节这种压力 把那种压力化作为动力 这也算是天赋吗 还是受到谁的比较大的影响 一个运动员 这是最基本的 不要却场 有的运动员 像我听过他们说 一进场 一听到观众轰 他们不知道自己干嘛了 平时在信任当中 挺好的一个人 跑下来一趟糊涂 你从来没有出现的这种状况 我就属于越刺激 我越能发挥自己 对手越强 我越能够发挥 通过我们的访谈 不难发现 刘翔身上依然保留了那份 童心未敏而又意气风发的男孩子气 但这个看似简单的阳光大男孩 却在自己21岁的时候 用愉快奥运金牌 成就了整个中国 乃至亚洲的一次梦想 下周同一时间 刘翔将继续做客 扬岸访谈录 OK了吗 好 你说到那个 你手术说明状态很好 萌萌续雨 萌萌续雨 对 第一枪是 删了一下 我们来换一下 换一下 多少 讲了多少 讲不动 有什么意见 什么有什么意见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说 晕了 没有回家的概念 就感觉都在外面跑 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就觉得自己不会 以后都在外面了 不回家了 他最重要的对手 摔倒在决赛的门外 其实当时的时候 我看到跌倒 我真的不愿意踏跌倒 他用一个奇迹 刷新了一个民族 对速度的理解 十二两九一 平了世界纪录 我一下子就感觉回事 冠军的光芒背后 他有一个追逐着梦想的大男孩 当时我都想 就想 你的目标就是 把所有的冠军 都拿一个遍 本期节目 刘翔继续做客 杨兰访谈录 所以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那个整场的观众 在那里的时候 你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自己已经 很high了 没说什么 飘起来那种感觉 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有一种无法形容 有一种无与伦比 很神的感觉 所有的东西 都在你的眼睛里当中 你旁边没有任何东西 对 你就前面自己的 四到十个男家 我就感觉 那个空气就是凝固了 人家都在狠命地 斩着 就是没有消音 狠狠地 过来每个 就是听到那种 喉咙里发出的声音 就是 那种就感觉 两个宫狮子要遇到了 就感觉那个时候 就是说话都很难说 从准备活动开始到结束 我就说了两句话 一句话就是 我让师傅帮我去拿一瓶水 拿一瓶原封的水 因为这个水我喝过 我没看到 我就不用了 对 因为这是运动员很好 需要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 万一 给人放了什么东西 说不清了 说不清了 这是一句话 就是让师傅付给我去拿一瓶水 第二句话就是 整个准备活动做好了 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这个时候我就 特别冷 我就猛叫了一声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跟教练握了一把手 我就 我就 当时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 不在门 当时很激动的那种感觉 就像火要冒上来 我就说 吃我 能相信我 我就说 师傅你要相信我 对 我就说一句话 我就冲进去 你说你要相信我的时候 你是在指什么 我觉得你要相信我 我会发 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但是你那时候 是不是潜台词 也说相信我能够拿个冠军回来 有没有那种明确的想法 没有 我只是想 能够拼个前三就可以 我根本就没考虑过 说实话 我没有考虑过 能要拿什么名次 当时决赛的时候 就整个人就是 反正怎么快怎么跑 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实力都发挥出来 因为毕竟奥运会四年一次 以这个一次机会 如果错过了就要再等四年 显然并不是每个运动员都等得起四年 当有110米兰统治者之称的约翰逊 摔倒在跑道上时 也许每个相关不相关的人 心里都会五味杂陈 而对于刘翔来说 能够在奥运会决赛中击败约翰逊夺冠 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惊叹号呢 其实当时的时候我看到跌倒 我真的不愿意他跌倒 可以说我已经不把他看作我一个对手了 我已经把他看作我一个尊敬的前辈 我觉得他赢我 他输真的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好像有一种默默的感情在里面 但是我就看着他和他的老婆 在场外互相安慰 但是感觉真的 有点英雄西英雄的味道 他趴在地上那个一下 我看到了 因为我在他后面跑的 我就想 他老谋生算的家伙也会跌倒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那个时候就很惋惜真的 但是你妈妈看到这个就跳起来很高兴 说我儿子少了一个对手 他总是希望自己儿子赢 他总是希望我最好旁边 就我一个人跑 就我一个人跑 八道就我一个人 其他人没有 这个关键就是我的 我自己不是这么想的 当时我感觉 我有一种很强的 要为他出口气的感觉 真的吗 我觉得他很可怜 当时我就感觉很同情他 我一定要为他 有一种为他而战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点 当时整个整个雅典的田径厂 都坐满了 坐无许 好像一共坐了七八万人 对 我就看密密麻麻都是人 中国国旗也到处都是 隐隐于听到我的名字 就感觉 就好像声音也很远 什么蜜蜂啊 什么苍蝇蚊子 都都都在一起 飞那个翅膀的声音 对对对 就这样 我觉得听了好像那个 背后脊梁骨都要出冷汗 那时候手里有汗吗 没有汗 汗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嗯